我想发家制服 循环在开机宴杀青宴这一天 是每天吃好吃的东西 跟路多一样 白天想 吃死吧 我真的限了时间循环 我要自救你 救了一万次的你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创新的项目 视角里那都是你死你循环 我们的故事是你死我循环 干脆啊 你死你限了时间循环 你自己玩吗 我偷下了我不干了 时空转变现在到职场 赶了这么多人到处都会瞎死 白天想 吃死死吧 市场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 每一次轮回 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变化的 这些创了多少钱 这边的规则 接下来我们开启了 艰难的原创之路 人的挑选服装造型的方向 路面穿这个 还是加点橙色 美姐她这个戏所有的细节 都会了解 必须要加个妹一个镜头 我对我们这个剧 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很清晰的 我客人之上 三声有限 当这个演员出现到我们面前 大家就会觉得 他是谁 每个角色都比较贴合 就是每个人欺负年轻的自己 很多东西都是急性碰出来的 动作快点 磁磨在欺负我的一场戏 叫得我已经内伤了 开派欺负 就上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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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会有小笑场的感觉 那是因为快乐 好 好 可以 可以 你死了也死 说你就死了 好 好 有受伤吗 在劇組待得越久 就覺得大家真的是個大家庭 都是沒有責任感的 夏天的那個高溫演員 他們的狀三分鐘以內都會花掉 然後必須不停地去補 對主創人員還是要說一聲 大家辛苦了 這部劇最後的效果 真的離不開劇組的每一個人的目的 當我們後代我們的夢想 很堅定地走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離你的心願越來越近 救了一萬次的你 應該是市場上最解壓 最爽感的奇幻劇集 會有一些比較誇張的想法 腦補空間很多 大王啊你給我站住 可以看到很常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奇幻冒險和職場生存人融為了一體 讓我去死就好了 我來不及了 有時間的循環 沒有辦法救回來的命運的終結 相信你們也會有一趟奇幻的旅程 可能真的只是一個意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